蔡奇下令全党政治学习 北京疑似出现两个中央 专家示警 梅山断层可能发生较大规模地震 中共计划夺取台湾在澳门唯一国有资产 中国晶片业在受重创 荷兰阿斯麦获终止维修服务 美英澳将邀请日本加入奥库斯防御中共 朝鲜切断联系已经满一年 韩国军方每天打电话没人接听 韩国国会大选大葱意外爆红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期望GCTV两汉小文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一 在广告时间里和您分享一位 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的故事 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而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 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验尿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更多的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提问 将会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的是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会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好的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北京传言 中南海出现了两个中央 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蔡奇 最近全市暴涨 中共中办最近印发通知 要求全党在4月份到7月份之间 开展党纪学习 搞清楚中共纪律处分条例究竟是什么 要严防低级红高级黑 这被认为是中共中办主任蔡奇讨好习近平的新招数 观察人士认为 蔡奇靠一丝不苟的执行习近平的指示 以及无底线的讨好习近平 才获得了今天在中共党内一人之下的位置 大胜中共总理李强 时事评论人士杜正 7日在上报发言说 中共二十大之后 中南海出现了以李强为首的浙江帮 与以蔡奇为代表的福建帮之间的斗争 前中共司法部长唐一军上周落马 使浙江帮遭遇重挫 与此同时蔡奇的福建帮不断的作大 中共后习近平时代的内乱将要降临 唐一军官宣落马的第二天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与司法部都开会 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这种高调表态 与之前官方对李尚福和秦刚的低调处理 形成了对比 之所以会这样 杜正分析说 可能是因为唐一军案 可能更偏向习家军的内部 高官们幸灾乐祸 看内战大戏 除了作为浙江帮成员的唐一军 试图完结之外 浙江帮的领军李强 也不断地被习近平削权 浙江帮的势力正在消退 另外一方面 因为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间最长 再加上习近平一直有统一台湾的野心 对台工作吃重 出身福建的官员因此受到重用 除了蔡奇之外 福建帮还包括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 公安部长王小洪 发改委主任郑珊杰 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副总理何立峰 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人 福建帮目前已经是一帮独大 都政说 北京官场流传一个说法 中南海现在实际上有两个中央 一个是习中央 另外一个是蔡中央 除了习近平的几个嫡系的亲信之外 各地报送中央批准的奏折 名义上是报给了习近平 实际上都要先报给中办 也就是要蔡奇先批准 蔡奇看后才呈报给习近平批准 习近平年纪大了 经常脚步不稳 未来几年间身体肯定会有大问题 人也容易犯糊涂 等不到统一台湾 后习近平时代已经悄悄来临 中共内忧外患之下 党内想造反的大有人在 大家只是在找时机 而一旦习近平暴毙 就是一个大机会 当时候蔡奇有野心夺权 习家军还有其他的帮派 还有彭丽媛的势力 以及军方 中共内部会乱 不过在中共党外 国内秘密准备启示的政商圈子一直存在 海外民运最近也举行了首次国事会议 誓言推翻中共 欧美各国 中国周边的国家 都在紧盯着中南海的变局 都中认为 在这种情势之下 蔡奇未必能够成事 他很可能在内斗或者是内战当中身败 台湾除了花莲发生强震之外 嘉义地区也出现了4.8级的地震 外界担心嘉义地区的 梅山断层的活动周期已到 中正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专任教授 温宜英指出 梅山断层自1906年以后超过了118年 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地震 的确是需要小心 但是不用恐慌 只要做好准备就能够将灾害降至最低 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温宜英表示 学生们普遍地认为 嘉义 梅山断层 百余年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地震 能量一直在累积 梅山断层 以北 以南的断层 近年都有发生过大地震 梅山一带刚好是大地震空缺地带 累积大量的能量 这个地带北企大铺美工业园区 南至南科 若大地震 后果不堪设想 温宜英还透露 从文献资料来推估 梅山断层曾经在1792年发生过大地震 和1906年大地震相差大约120年 如果120年是梅山断层的活动周期 现在距离1906年 大地震已经有117年 不可不慎重 中央气象署前地震中心主任郭凯文则表示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推算 梅山断层地震周期为170年 虽然现在距离1906年 嘉义强震还不到170年 但是未来50年之间 梅山断层发生大地震几率 具有50%的可能性 再加上近期地震似乎趋于活跃 不能不多加留意 1906年 梅山断层引发的大地震达到了7.1级 1258人罹难 史称梅山大地震 澳门的国富纪念馆是中华民国国有财产 中共计划通过将国富纪念馆列入文化资产 来强制台湾出售这处物业 对此 台湾陆委会送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指出 目前没有出售计划 已经透过多元管道向澳门政府极力争取避免列入文化遗产 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澳门的国富纪念馆现价值3000万澳门币 被借名登记在第三国公司名下 由陆委会驻澳门办事处负责管理 是澳门唯一能够公开展示中华民国国旗的地方 但是去年传出消息指 澳门政府出面表示 准备将国富纪念馆列入文化资产 并且强制规定台湾出售资产时 澳门政府有获取的优先权 台湾立法院因此要求陆委会提出应对报告 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政府要求荷兰半导体大厂阿斯麦 停止对中国企业提供维修服务 这料将给荷兰带来外交与商业的难题 但是有迹象显示 荷兰将配合美国实施禁令 美国在高阶晶片领域围堵中共 于是北京大撒币转供成熟制程晶片 过去三年来从阿斯麦购买价值100亿欧元的设备 由于成熟制程晶片应用领域广泛 涵盖洗碗机电动车以及军事武器系统 美国及欧洲担忧国安隐患 因此决定联手弥补制裁的漏洞 路透社说 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副部长 埃斯特维茨8号将在荷兰会见 当地的官员和阿斯麦的高层 讨论维修等服务的合约事宜 华盛顿也可能增加禁止出口的 中国晶片制造商黑名单 荷兰外交部证实美和官员将会面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议程 中国是阿斯麦全球第二大市场 而公司约20%的总收入都是来自对已安装设备的后续维修 因此这个禁令可能对阿斯麦及荷兰有严重的影响 但是有消息说 荷兰将和美国保持一致 未来对中国企业对维修请求会批准的非常缓慢 甚至是迅速的回绝维修请求 促成荷兰配合美国制裁北京的一个新因素 使荷兰的国家安全成为了优先事项 荷兰坚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可能会成为北约下一任秘书长的荷兰总理吕特 上周在北京与中共党会习近平会面时讨论了阿斯麦问题 吕特随后表示 在荷兰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之际 中方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晶片业将遇到重大的挫折 因为阿斯麦的设备几乎不可能更换 如果不维修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出现故障 英国金融时报7号披露 美英澳组成的奥库斯准备启动第二支柱谈判 希望邀请日本加入 以增强在印太地区嚇阻中共的能力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牛尔 几天之前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就透露 日本将成为奥库斯的新合作伙伴 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 第二支柱会谈不涉及帮助澳洲建立核潜艇部队的部分 而是有关提高在海底作战的能力 和在高超音速武器等领域的合作 对于美英澳任何一国来说 日本都是他们在亚洲的重要盟友 为应对中共可能发动的侵台战争 日本近年来大幅度的增加国防开支 加大对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的投资 这也使得日本成为了奥库斯扩展为四方关系的最佳选择 为应对中共 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 曾在2023年的8月份敦促奥库斯 邀请日本和韩国加入 不过奥库斯成员国之间仍然有一些分歧需要解决 日本一些官员也对推动日本加入奥库斯持谨慎的态度 首相安田文雄5日在接受金融时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求日本未来如何和奥库斯合作做出正式的决定 但是他强调 为了实现印太的自由开放 愿意加强与美英澳的合作 安田文雄将在10日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 并且在11日参加美日非三国领袖峰会 分析认为 奥库斯在8日发表的声明 可能为日本未来加入奥库斯铺平道路 韩联社7日报道 朝鲜单方面切断和韩国的官方联络渠道 至今已经满一年的时间 韩国每天尝试和朝鲜通话 但是没有获得朝方的回应 韩国去年3月份和美国进行春季联合军演 一个月后 韩国敦促朝鲜不要擅自使用韩国在开城工业园的设备 朝鲜一怒之下 单方面的切断了和韩方的一切联络 虽然常驻板门店的韩国统一部联络官 仍然是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5点拨打例行电话 军方也在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通过军事线路拨打电话 但是朝鲜一直没有回应 韩国当局表示 为了防止偶然性的军事冲突 以及救助海上漂流船舶 以及灾害应对 有必要恢复双边的联络 朝鲜过去也曾以切断联络的方式表达对韩国的不满 不过这次的背景不同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宣布将修改宪法 将韩国定义为第一敌对国家 韩国北韩大学院大学校长梁茂进表示 过去朝鲜会在化解不满之后重启对韩国的联络 但是如果朝鲜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的政策写入宪法 朝韩联络渠道就很难再次恢复 韩国将在10日举行国会大选 外交经济和金正恩核武议题 本来就被视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但是意外的是大聪突然窜红 成为了选民关注的焦点 据法新社的报道 大聪在韩国是被广泛使用的食材 例如寒舍泡菜就离不开大聪 总统尹熙月3月18日 在首尔一家超市检查消费品的价格时 看到大聪说 我去过许多超市 875韩元的价格是合理的 然而事实上 韩国的大聪目前的市场价格 通常是这个价格的3到4倍 当地媒体报道说 这家超市在尹熙月到访之前 特意给大聪打折降价 反对派抓住了这件事情 说尹熙月脱离现实 并且快速的造势 把大聪当成竞选的口号 来带动选民的情绪 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 因此下令 禁止选民带着大聪进入投票所 担心有心人会利用大聪干扰选举 不料这项禁令 反而掀起了另外一波热潮 许多人寻找聪的主题纪念品 准备带到投票所 在节目的最后 和您说一个特别提醒 这一次美国的日全时 主要是在美国才能够看得到 4月8号 从美西时间上午的11点07分开始 到下午的3点30分结束 位置是从墨西哥边境上开始 再走到德州 再往东北方向 横贯美国到在那大的东北部 这是日全时的全路径 这次日全时跨越美国13个州 有3200万人可以看到完整的日全时 而不在完整日全时路径上的人 也可以看到日偏时 这里就提醒打算观看这次日时的朋友们 不能用眼睛直接去看日全时 容易灼伤 造成严重的伤害 透过手机的镜头去看也不行 容易伤害眼睛也伤害镜头 切记一定要准备特别的太阳镜 去观看这次日时 好的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今天 您的观看 为您的观看 点赞议